繼日前報導,九龍灣原發工業大廈停車場遺契 其實同屬地政總署首輪重點打擊目標的其他五座公客 都存在遺契更改用途的問題 在屯門德利工業中心其中一個單位 成為銷納製造工場,衛生環境惡劣 也有單位變成發營屋 一樓停車場可以用貨倉來營用 放滿木板、卡板等異然物品 還有搭到人那麼高的貨物 連豬皮都有 嚴禁擺放雜物,一於少理 還有石油器官 葵涌華峰工業中心有樓層同樣放大量木材 替間對放雜物,一旦火警勢必阻礙逃生 全灣順豐工業中心停車場的情況都不相伯仲 放滿木板和喉管等等 單位維契情況又怎樣呢? 在大埔太平工業中心,維契經營的佛堂仍然在 也有地方變成辦公室 至於新蒲崗中興工業中心 最少有四個樓層都有大單位 被兼成十幾個細單位出租 公校維契情況依舊 立法會議員找少堅批評 政府部門每當出事都會高調執法 但無以為計也沒有再跟進,未能盜絕問題 東網記者李冠南報導 outside